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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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Yuki 今天的视频呢 是来跟大家做一个口红的试色 这一次的试色呢 会就是我第一次尝试用视频的方式 来给大家做口红的试色 因为之前你们知道我的试色都是图纹嘛 然后这一次为什么要用视频呢 是因为我新买了一个灯 然后这个灯我觉得它的色彩 还原度特别的好 就是不会偏色 也希望这一次你们能喜欢这个新的尝试 这一次要试色的品牌 是这个韩国的菲利菲拉的墨水唇釉 是新出的2019年新出的这个墨水哑光唇釉 它这个唇釉呢 就是上嘴巴是这种完全哑光的质地 就是我现在嘴巴上面涂的这种 然后它新出了10个颜色 超级可爱 你看这个小奶瓶这个包装超级Q的 而且它的价格不是特别的贵 就很便宜 几十块钱一只 在新加坡就是在屈城市就可以购买 然后在国内的话有他们家的那个官方旗舰店 我觉得购买上还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要说的是这个是我自己花钱all in的 不是广告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可爱了 而且我当时看网络上面的试色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就每一只颜色都还可以 所以我就一口气把它们全部买回来 这一次呢就演示给你们看一看 那首先要说的就是01号色 01号色就是我现在嘴巴上面的这个 比较秋冬的砖红色 它是这种带点点棕调的颜色 比较适合黄皮使用 而且也显得人皮肤气色很好 显得人很白 就是唇红齿白的那种感觉 但是不会觉得太艳丽 我觉得对于黄皮的亚洲人来说还是挺合适的 反正我自己是特别喜欢红棕色调的这种颜色 我自己也有很多别的啦 反正我觉得这一只的话 在嘴巴上面的存在感不是特别的厚重 它还是蛮轻薄的 而且它的显色度还是挺高的 我只涂了很薄的一层 它就可以覆盖住了 因为我自己是浅唇色 所以它基本上呢 跟我在手上的丝色是差不多的 给你们看一下哦 这个呢就是01号色 真的很好看对不对 ok 那这个就是2号色了 2号色呢 它是一个比较偏粉橘调的一个珊瑚色 给你们在手臂上面试试一下看 会比这个上面的1号色要年轻一些 感觉更明亮一些 但是我觉得它会稍微没有1号色那么百搭 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比较黄 比较黑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一点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的话 它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小荧光 但是不严重的那种 因为它还好是那个哑光质地的嘛 它整体的感觉会比较偏年轻一些 眼睛不是我这种轮廓太深的人 配起来可能会比较可爱一些 比较邻家女孩少女的那种 然后我就是这个我的眉毛喜欢画调眉 然后我眼睛又比较凹进去 所以就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成熟 然后配这个颜色的话就有一点点的不太搭 但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颜色 正常的黄100用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黄300以上的就可能不太显这个颜色 但还是OK的 现在嘴巴上面的呢就是03号 一个比较复古的红色 这个红色就让我想到是那种黑发红唇的复古美人 也很好看也非常是我的菜 但是我现在因为染了头发之后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点的太艳丽了 现在的造型了 如果我是穿那种黑西装或者黑色的长裙 我觉得会更合适一些 这个颜色也是特别好看的 而且就是很显白黄皮也OK 在手上画一下给你们看 是不是超级好看 而且它看起来的质感也比较高级一些 就不像是一个几十块钱的东西 还是挺值得票价的 OK这是终于轮到一个很可怕的死亡荧光色 这个颜色呢就是比较偏荧光的橘分色 跟这个二号色完全不一样 你们也在手臂上面switch一下 其实它在手臂上面看还正常一些 但是上嘴的时候就荧光感特别特别的重 我当时好像在微博上面 泼那张手臂试色图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几个颜色还是挺可怕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是四号色就已经开始翻车了 来的有点突然 然后这个颜色呢就是劝黄皮不要买了 然后如果肤色比较暗沉 比较暗淡的女生也就靠边站吧 我们这种黄黑皮来说不太行 OK现在嘴巴上面的就是05号色 是一个比较偏年轻可爱活泼的 是一个比较偏年轻活泼的细柚色 然后它偏橘调多一些些 但是呢它荧光感不是很重 就是比起前面的那个可怕的颜色来说 这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种 而且就是画那种橘粉色的淡色的眼影或者是腮红的话 就是配起来会很好看的那种 比较推荐给想要打造日常自然的妆感的宝宝们使用 如果涂满唇的话我觉得 可能稍微荧光感是稍微重一点点吧 然后如果你是涂嘴唇内部 然后再把它暈染开的话会更好看更自然一点 同样的也是在手臂上面给你们划一下颜色看看 还是挺嫩的一个颜色 蛮好看的对不对 那六号色呢就是一个比较偏橘调的红色 像是那种烂番茄但是更偏橘更偏艳丽一点的颜色 这个颜色呢饱和度非常的高明亮度也很高 所以呢会显得整个人特别的鲜艳 会给人一种很浓妆艳抹的感觉 这支颜色呢我觉得黄皮涂起来也都还是挺显白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它日常其实并不是很实用 而且就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就是不会显得很高级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使用率会比较低一些吧 给你们在手上也看一眼 哎呦繁手好难涂 但我觉得这个唇釉比较好的地方呢就是它不会轻易的在你嘴巴上面挪位 它干了以后呢就是在你嘴巴上面沾的还挺牢固的 你基本上不用担心它会跑到你牙齿上面或者是嘴唇外面去 OK这个就是6号色 嗯一般般不是特别的推荐 这个就是07号色 是一个更偏橘调的颜色 我们这个颜色稍微有一丢丢的荧光 我们先来画一下 诶它其实跟06号稍微像耶 但是06号会更偏红一点点 它就是更偏橘调一点点 这个颜色呢我涂上去也是显得非常的亮 然后也是整个人就是妆感没有那么高级的感觉 可能是年纪大了就不太适合这种太活泼的口红 哎呦我对不起你们 我觉得我不能够说它好看或者不好看 只是我自己不太适合这个颜色 对不对在我脸上真的太违和了 嗯但我觉得它还是会属于一个年轻的少女们会很喜欢的颜色 特别是像那些韩国的小姐姐们啊 可能都会涂这种色系的口红 Anyway我觉得这个颜色我就不是特别的推荐了吧 08号呢也是一个饱和度比较高 然后明度比较高的红色 嗯它偏眉红掉一点点 然后也不是那么的荧光 我觉得是跟前面几个这种明度比较高的红色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它是我比较能够接受的一款 特别是我现在上唇涂的颜色比较薄一些的话 就没有那么的荧光 嗯也是比较偏年轻挂的那种 它也是挺好看的一个颜色 也是属于就是正在念书啊 或者是周末去约会的宝宝们 就是年轻可爱型的 就会很喜欢它 因为它就是很调皮 然后很显白也很可爱的一款颜色 下面一位 啊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好吗 这应该是极客俊玉才配拥有的颜色 我们这种凡人就不应该做这种尝试 又是一个死亡芭比粉 还是给你们对比一下看吧 No 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存在 这个就是真正的死亡芭比粉了 就是不要买09号千万不要买 最后一支是这个橘色调的口红 它就真的是很橘很橘 没有太多红调在里面 手臂上面照样来所取消 那就是一个也是比较艳丽的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我暂时涂上来也不会太显黑 但是也是觉得比较适合年轻 比较夸张的那种口红 我自己就日常也不太喜欢这个颜色 我现在试了这一圈下来 我觉得实质我自己觉得可以闭眼买 就是完全不会觉得不合适 或者就是会踩雷的颜色 只有01 02 03 这三个颜色是完全OK的 01呢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砖红色 就是比较适合黄皮 然后秋冬比较有气质的一个颜色 02号呢就是一个比较温柔的 橘粉调的一个珊瑚色 03号呢就是一个气场比较足 然后它也比较正式比较高级的一个复古红 我觉得这三个颜色是你可以完全闭眼买的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几个年轻的小姑娘们 比较适合的颜色 就是像这个08号色也还挺好看的 然后06也还OK 就是这几个颜色就不适合我 我涂上你们刚刚也看到就是不是特别的协调 但是我觉得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们涂上去应该也是挺好看的 就是比较显得你可爱 然后有元气的那种 这个就是在我手上试的十个颜色啦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欢哪一个呢 我自己就觉得就只有这三个 我自己是非常推荐的 01 02 03 记得哦 我想赶紧把它卸掉不想再说了 然后我之前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 就是因为我看到就是小红书上面有人在说 这十个颜色你随便入都很好看 闭眼买每一个都值得买 什么买就是明明有些颜色就不OK啊 嗯